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用在很多学生的学习 尤其是对向个人化的学习 或诊断学生学习的问题等等都很大的帮助 但它有可能有一些争议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机会能够来了解AI 它对教育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我们怎么应用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去 我们又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主题 包括在法制面的这个管制 在实际的教学现场上面的应用等等的 那很高兴 这个有这个机会 台大识培中心 大家建设一个平台让大家来讨论 那景代表台大识培中心 然后诚挚地欢迎各位 感谢各位的参与 那接下来我请台大共同教育中心的刘副主任 来帮我们讲几句话 谢谢 主任 各位师长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好 我是代表台大共同教育中心 来欢迎大家 那这个共同教育中心呢 主要就是担任这个 包括共同到通事 各方面的这个教育 那当然师培也是我们中心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师培的话呢 每年都举办这个教育理论与实物对话 这样的研讨会 那在教育界呢 一向有非常良好的传统和口碑 那今天可能因为现在还早 可能还在暖场 那事实上我们今天报名参与的呢 总共有一百五十人次 而且呢 是包含了许多的教育层面 比如说有这个教育实习中心的老师 同学 以及各级学校的老师 这个师资生啊 这个 等等 还包括了很多的研究员 所以这样的一场研讨会呢 其实真的是结合了 教育界的许多的层面 那么由大家呢 踊跃支持的参与度 也可以看出这场研讨会呢 它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尤其呢 这个研讨会 施培中心非常的用心 每年都 都抓紧了最夯的议题 好 所以去年我也很有幸 好 来代表 来这个开场呢 去年呢 我们谈的就是 我们林主任最熟悉的话题 好 就是这个 108课纲 因为去年是第一年 好 那进入大学 好 所以我们马上呢 就探讨了 好 那听说这个 讨论非常热烈 好 那从不同的这个 大学端和高中端 好 来做探讨 那今年呢 我们更是抓紧了 好 这是全世界 好 刚刚是台湾 现在是全世界 最当红的议题 好 我想这个说话呢 对我们教学带来影响 好 各位都是第一线 好 参与者应该可以 非常深切地感受到 那么尤其是今年 好 可以说是人类 历史上最值得 大叔特殊的 Chat GPT的元年 好 所以我们真的是抓紧了 这时代脉动 好 那陈如刚刚林主任谈到 好 那这个 这个AI人工智慧 好 其实呢 对我们这个教学 带来非常重大的改变 好 那带来了无限的机会 不管从这个 教育的立场 还是从学习立场 好 它开启了各种的机会 但是呢 也带来了各种各种的挑战 好 比如说呢 马上我们就要讨论到的 好 这个 这个法律方面 好 可能尤其像 隐私保护 啦 资讯安全 还有伦理规范 好 尤其我本身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老师 我觉得今后我们可能会面临到 谁是作者 这样的议题 好 所以好 我们也非常觉得 战战兢兢 来面临 好 来面对这样的议题 好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非常高兴 我们可以结合了 好 可以说是各个层面 各个领域 好 我们从这个 教学 好 到这个学习 还有呢 从高中端 好 到大学端 以及呢 我们还包括了 从这个 人文社会 好 到这个科技理工 好 各个领域 各个层面呢 我们都希望大家一起共同 好 来这个思考 来探讨 好 我们数位教学 好的这个未来 好 所以呢 我相信 好 也期盼我们 今天研讨会呢 好 将会是一个非常 好 大家热烈参与 然后呢 共同分享 我相信会是非常 具有聚会 也非常super 这也是我们的重头戏 非常super的研讨会 所以呢 非常感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 谢谢 好 那个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 进入这个 专题的演讲 那第一场是由杨岳平 台大法律学院的 杨岳平教授的演讲 那我们请台大识别中心的 傅碧珍教授 来主持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傅教授 谢谢 主任杨教授 还有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场 这个主题到底有多重要 刚刚已经有很多的 从主任啊 还有那个刘副主任都已经说明了 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说 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会成 整个议程的安排啊 颇具巧思啊 真的也非常感谢教学组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在重贯面上 他包挂了大学跟高中 在横断面上包挂了文理 能够横的跟重的都开始思考 然后在他最基底的 就是这个法制面的 就第一个场次 第一个场次由杨教授来跟我们分享 那杨教授呢 他是台大法律系 跟台大法律研究所毕业 然后呢 取得了公费到美国哈佛大学 去进修硕士跟博士 那他目前的研究的 参与的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AI时代下 数位社会的人文课题 与法治反思 还有数位智能的法院 科技法律 还有接近正义 那我想我们的时间有限啊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40分钟 请杨教授来做说明 来分享 然后接着有10分钟呢 大家来Q&A 那我们时间交给杨教授 丁主任 福老师 以及在座各位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 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些法制议题 特别是在今天 这个寒流来袭的一天 大家一大早起来 真辛苦大家了 那我是杨月平 我是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的副教授 所以我是一个法律研究者 那你可能会怀疑说 那一个教育理论的 教育理论与实物对话的一个研讨会 为什么来了一个法律系的老师 那主要是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 这个人工智慧的议题呢 它除了在教育的应用上头 当然受到很多的讨论以外 其实它相对应的一些相关的规范 也受到很多的注意 那那个也深深刻刻的影响到 我们对于人工智慧的具体应用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当时ChatGBT刚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新闻 就是跟我们台大有关的新闻 台大大概是全世界最早的几个学术机构 制定了一套 关于ChatGBT在教育场合使用的规则 那时候很快的 因为大家马上就感受到的问题就是 那期末报告学生到底 可不可以用ChatGBT写啊 万一是take home exam的时候 那学生可不可以用啊 就是学生在使用ChatGBT的规则是什么 那如果大家有关注国际上的发展的话 有部分的大学其实是不准学生使用的 那台大很早的时候 其实就有几位老师 我不在内啦 就是自工科的老师 一些相关的老师 他们就曾经有开一个小组会议 然后决定了定调 台大对于ChatGBT在教育场合使用的规则 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 让各个授课老师自行来决定 ChatGBT的使用规则 但是要跟学生说清楚 让学生知道什么样是可以使用 什么样是不可以使用 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在课堂上头 我也有期中报告 我也有期末的 类似take home exam的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也都需要去跟学生做一些说明 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对我们老师端 对教育端来说 我们大家的体验就是 那我们自己出完题目以后 我们自己要不要也先试试看 试完以后 就比较知道原来ChatGBT不见得那么好用 至少我试完以后 我心安很多了 我觉得我们法律系没那么容易被取代 回答出来的答案 拐挂裂凿 所以我们突然就安心很多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 不断不断大家不断去接触 不断去学习的过程 那今天我从法律的面向 来跟各位聊聊人工智慧 目前在国际上头 以及国内上头 它在法律上头的一些发展 那这些法律上头的发展 其实倒不是要各位去学习说 到底有哪些法条等等那些东西 不是这么乏味的东西 比较想要从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感受到 就是人工智慧 虽然有它很多很 令人期待美好的那一面 但是它有一些风险 就好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后来我发现 我这个其中报告提醒同学 这个ChatGBT的使用规则 不是在限制同学 是在救同学 因为我自己测试以后 发现ChatGBT回答答案有够糟糕的 如果学生真的就傻傻地 用ChatGBT来回答的话 它的期末成绩会非常难看 所以这是一个了解的过程 了解它有它的好的地方 但也有它的风险 那我们人工智慧的相关的法律 其实也就是对应着 这些相关的风险 当我们去了解了相关的风险以后 试着去设计一些相关的规范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会从三个面向 去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部分简单介绍一下 人工智慧的一些基本的技术特性 那这个技术特性对我们了解 它会给我们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是个法律人 所以我那个技术特性 绝对不可能是讲得多么的高深 不会用到任何什么程式嘛 等等那些东西 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白话文的方式 来跟各位说明 那第二个部分大概就是会跟各位分享 就是到目前为止 国际上观察人工智慧的应用 已经观察到一些共同会有的风险 也因此对应会产生的一些法律的议题 那这是第二个部分跟各位分享 也许各位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也会开始慢慢感受到这些相关的风险 那最后一个部分 再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人工智慧对应这些风险 所产生的法治发展 那最后是一个简单的节律 那可能就快速的先从 人工智慧的概论来讲起 要讲人工智慧的技术特性 一定要从它的历史发展 它的技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来跟各位做说明 首先先讲一个 全世界到现在没有答案的东西 就是什么是人工智慧 就人工智慧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都有一点停留在一个 就是虽然我不会定义它 但是我看到它 我就知道它是了 的那种状态 那其实这是处在一个 很不精确的状态 对我们法律人而言 我们很喜欢 谈一件东西之前 一定要先把它定义清楚 不然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谈什么东西 那国际上对于人工智慧的定义坦白 所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方式 那其中一个 也许我自己比较会沿用 因为是一个 可能国际上也得到比较多共识 然后发展也比较久的 是我们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它曾经在2019年 就提出来这样一个定义 然后一直到现在 它都继续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如果你仔细看 它的这个定义的话 你会发现 跟你想象的人工智慧不太一样 它说这是一个 以机器为基础的系统 这个机器为基础的系统 可以针对人类 给定的一个目标 去做成预测 做成建议 做成决策 好像有点空泛 听起来就是一个 会帮助人类 做成建议决策的一个机器系统 虽然人工智慧 你想象的人工智慧 大概符合这个定义 但你可能会发现 有很多你不那么觉得 是人工智慧的东西 也可以符合这个定义 比如说一些统计软体 等等之类的 一些自动化的一些软体 因为在进入人工智慧 时代之前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 是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做 那些自动化的方式 其实你现在回头去看 不觉得那个是人工智慧 比如说你会觉得 自动贩卖机是人工智慧吗 它不需要人 就可以根据你给它的目标 就是说收了多少钱 我就调出来多少东西 但是在这个定义底下 它可能也是 这是第一个 我先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 其实在法律的世界里头 当我们谈到人工智慧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用一个 比较广泛的定义 去理解它 一个比较类似 自动化工具 的一个方式去理解它 这跟人工智慧的内涵 它的技术内涵有很多特性有关 待会也许稍微来跟各位描述一下 那进一步要去理解 人工智慧的特性 就要先从它的历史来讲起 整个人工智慧的技术发展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这个也不是说 一定可以这样细分 就是说文献上 有人这样子去整理 最早的阶段 确实我们的人类希望的 确实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有件事情 想做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电脑系统来帮我们做到 那你要怎么样开发这样的一个电脑系统呢 我想最早的时候 大家的想法都一样 就是说 有一个决定我要做的时候 每当我们人类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规则 比如说如果符合条件A 我就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规则 所以最早在设计人工智慧的时候 他的想法就是 把人类社会的规则 给写进城市里头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 就是那个城市决定的事情 就跟我们人类想要的事情是一样的 但很快这个出发点 马上就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因为大家 这大概在1960年代左右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做着做着就发现 行不通 人类社会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太多太多 人类社会的逻辑规则 比我们以为的复杂很多 现在大家常常用自驾车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开发自驾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能够想办法 就是让自驾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辨识前面闪过的那个东西 它该怎么处理 前面闪过的那个东西 到底是个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你要怎么样去闪避它 还是你其实可以忽略它 如果你要闪避它 你要用多少的速度 多少的角度去闪避它 这件事情对有在开车的人来说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一个 一瞬间你就可以反应过来的事情 但在这一个瞬间 你反应过来 你知道这中间牵扯到多少逻辑规则吗 你要去 首先你要先能够吸收到那个画面 吸收到那个画面 你要辨别那个画面里头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是有条纹的东西 它到底是只猫 还是只是一个有条纹的石头 然后它会动 不会动 它会动的话 它动的速度是多少 角度是多少 然后接下来轮到你的反应是什么 这中间其实 就套具 套具这个 生理学的角度 我们有很多的神经系统 在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你要把这个 我们神经系统当中的 每一个反应 全部把它写成程式 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快 第一套 这个阶段一的这个想法 马上就醒不通了 发现人类社会 远远比 我们想象的复杂 要把它全部逻辑规则化 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快 大家就退而求其事 人都是这样子 当一个事情 你发现太宏大 做不了的时候 那我们先从局部做起 所以第二阶段在想的时候 好 我们不要那么有野心 我们不要想到 创造一个全知全能的人工智慧 我们不要想到 创造一种像 哆啦A梦那样子 什么都会的人工智慧 我们在专业领域 设计专业领域的人工智慧 我们法律领域 我们就开发 法律系统的人工智慧 那金融领域的话 也去开发 理财系统的人工智慧 大家各自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用刚刚差不多的逻辑规则 法律有法律的逻辑规则 把逻辑规则扣得进去里头 多简单 简单多了 那这里也可以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人生经验 大概在2018 2019年左右 有一位工研院的 就是算是工程师来找我 他就说他想写一套 法律系统的人工智慧 他的目标也没有很宏大 他只是感觉到说 国内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 要遵守上千条的法律 那他也只是想要开发一个系统 帮这些金融业的法尊人员 在每当有法规修正的时候 帮他们够辨识出来 所以他们金融业内部 有哪些内规要跟着修正 他只想做这件事而已 那他就来找我 问我说 他觉得这事有搞头 因为他觉得法律规则 应该是人类的语言当中 相对比较有规则的语言 很多人都说我们中文没文法 或者说中文的文法比较混乱一点 但他觉得法律应该不会 法律文字应该是相对有格式的 所以他那时候主要就是来问我 我觉得法律文字有什么格式 那时候我也跟他聊了一聊 其实算是有 我们法律文字基本上会有一个弱批则Q的概念 要件 法律效果 或者说符合这个要件 就是这个定义 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个弱批则Q 所以你是有一个扣的方向 他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 然后过了四五年以后 我遇到他 说那你那个开发怎么 他说早早就放弃了 做不成 太复杂了 太难了 确实 就是即使你锁定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头 一个很小的专业领域 他刚刚那个还不是法律 这是金融法里面的 在内切的一些法律 他都觉得太复杂 所以第二阶段其实后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做成 所以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慧到底怎么办到的 这是因为他换了一套逻辑 他不再去试着想要说 人类的逻辑规则是什么 把那套逻辑规则Key入电脑机器系统里头 因为那样子做不来 你观察不完人类社会的逻辑规则 所以他用了一个很反向的操作方式 这个反向操作方式 我反而觉得今天在座的各位是最熟悉的 教育人是最熟悉 因为我每次举例都举这个例 他的做法有点像是 我们去考试的时候 常常我们不一定学会的那些东西 但反而我们就去考 然后我们一直练考古题 我们一直练考古题练考古题练考题 练了三四四五六次的考古题 然后我们就去考 然后考的也不会太差 你不一定学会的那些东西 但你会考试 这一个世代的人工智慧 他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跟我们这种小屁孩准备考试的方式有点像 我只求答案是对的 我不管我会不会 当你这样的念头一转以后 哇 人生就轻松很多了 你不用学会那些逻辑规则 你只要答案是对的就好了 对不对 就像人家说不会的时候就嫌C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道理 那人工智慧这个世代的发展 其实就是这样子 他不试着去叫人工智慧 学人类的游戏规则 取而代之的是 他给人工智慧一大堆的考古题 让你去练习 让你去自己找规律 这就是我们练考古题的逻辑 我们练考古题就是在从当中找那个 可能会让我达出正确答案的规律 我们自己去找 这个世代的人工智慧 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 他为这个人工 他不给人工智慧逻辑 或是给少量的逻辑规则 但主要是为给人工智慧 大量的问题与答案 给你问题 然后你来伸出答案 看你能不能找出中间的规律 然后我告诉你 你答错了 回去再想想 回去再想 你再去修正一下 你再去找找看看 你我们什么你发现的规律 好再回来 反复的这样子的不断的实验 让人工智慧最后可以得出 跟人类类似的答案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说人工智慧 有没有学会那个规则 不一定 他有时候会发现一些 你没发现的规则 然后他根据那些规则来回答 蛮有名的一个 大家常常举例的例子 就是说有一套人工智慧 被训练要去学习 区变狼跟狗 都是犬科动物 但是如果你从生物学的角度 你要去辨别 比如他鼻子的形状 耳朵的形状 眼睛的形状等等 那人工智慧 你就为了大量的照片 然后跟他讲说 这个是狼 这个是狗 这个是狗 让他自己去找规律 最后他训练出来了 他可以分辨了 但是后来大家发现 他使用的规则是什么 他根据那张照片 背后有没有学 有学的是狼 没学的是狗 就是为了他的照片里头 因为常常狼是处在 比较寒冷的地方 所以那照片会有 这样的一个特性 被他发现了 原来答案是从这里找出来 是不是很像那个 小孩子在那边 做考古题的时候 自己乱想 想到了一个规律 然后完全是错误的规律 但是可以回答正确 这个是人工智慧的特性 现在这个时代 之所以可以宣定说 你说像ChatGVD这种 他为什么能够回答出 这些大量的答案出来 不是因为他真的 会那个游戏规则 而是他找到了关联性 他找到了答案 跟问题之间的关联性 那这个是 这个时代人工智慧 最大的特性 我们基本上不是用 预先建立好的逻辑规则 叫他照着逻辑规则 若批则Q的去回答 不是的 我们是让他去观察 答案与问题之间的关联性 叫他自己去找 那个关联性的规律 这是立基于所谓的关联性 而不是立基于因果关系 的一个发明 也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大量的生成出来 这种所谓的人工智慧系统 去回答大量的各种问题 但是你就会发现 超级不可靠的 对不对 这个答案有可能超级不可靠的 那人工智慧的训练过程 当然就必须非常强调这个训练 你要反复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训练 第一个你要反复不断的训练 测试 让他的正确性越来越提高 越来越提高 越来越提高 你期待在他的正确性 越来越提高的过程当中 他用的是正确的规则 你期待 那除此之外 待会我们也会讲到 就是人工智慧系统 另外一个在训练的 或测试的过程当中 也必须要浮以一些 我们叫做可解式的人工智慧 试着去了解这个人工智慧 你到底用了什么规则 人工智慧的规使用 他自己找到的这个关联性的规律 有的时候外界不一定看得到 但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工具 去至少去侦测它 所以这个是人工智慧一个 很大很大的 跟一般人想象上头 很大很大一个落差 所以 所有的人工智慧法治的讨论 第一步要先在意的就是 它有可能不可靠 因为这样的一个开发过程 是有高机率会产生 不可靠的结果 不过话说回来 回到教育现场 你想想想看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学生 回答一百分的时候 你确定他都会吗 其实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 尤其就是当我们 是用选择题的时候 你也不是很确定 他到底是真会还假会 所以某程度 人工智慧的训练 跟我们教育现场 第一线其实是很像的 我们用考试答案 来断定一个人 学习能力的高低 但不见得可靠 对不对 所以当到了教育现场以后 有时候我们会说 不能光靠选择题 来看一个学生 我们要 比如说要面试 或者是要协助 等等的 类似的道理 所以我才说 在这个教育现场 在这个教育的环境里头 聊人工智慧 特别有意义 因为还真的有点像 我们的教育现场的训练方式 这样子训练出来的人工智慧 坦白说 随着各种 不管是他应用的模型的不同 或是他未进去的训练 资料的不同 都会产生 非常不同的人工智慧 所以人工智慧 不会是一个标准的样子 不同开发商 不同软体开发商 开发出来的人工智慧 它的准确度也好 或是它会有的特性 或危险 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我不细讲这 也只是说 想要让大家有一个感受 就是说 人工智慧系统 依照它使用的 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 其实就可以分成很多种 有些模型是比较简单式的 因为我们刚刚提过 人工智慧的定义 其实是比较广泛的 它也可以包括一些 相对没那么 没那么不可知 相对比较预先设定好规则 的那种 像自动贩卖机 这种人工智慧 那也可以是那种 像ChatGPT 这种比较复杂 你也不知道它用了什么规则 的人工智慧 都有 那这是简单的 让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是有各种 程度高低 复杂程度高低 不同的人工智慧 确实有些人工智慧 它的规则 是相对预设好的 虽然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人工智慧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放弃了 预设规则这条路 但是在真实世界的运作上头 你能预设规则的时候 当然还是预设 但只说你光靠预设规则 不见得能够产生一个 很通用的人工智慧 所以你会服役一些 刚刚我说的这种 我们叫做所谓机器学习式 的这种训练过程 通常是混合的 那这个混合比例的高低 就会影响到 你这个人工智慧的 可预测性的高低 你越高的比例 是根据预设好的规则 像自动贩卖机那样的 预设规则设计的人工智慧 你相对比较好掌控 它到底在干什么 但它有可能相对也比较不准确 因为它 你没预设到 它就不会回答了 但相对的 你比较仰赖那种 比较复杂系统 所以机器学习 训练出来的人工智慧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发现 它的预测度会比较高 准确度会比较高 但你比较不知道 它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 有点两难的取舍 当然理想的人工智慧 训练过程 是希望能够结长补短 两者都好 就是你一方面知道 它在想什么 一方面它的准确度又高 但这有的时候 会处在一个打架的状态 所以不同的人工智慧系统 坦白说会产生 不同的结果 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不同的人工智慧系统 用来训练的资料是不同的 这个大家就可能很有感 你练这三年的考古题 跟你练三十年前的考古题 你得出来的游戏规则 是不一样的 那人工智慧系统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你用什么资料 资料量够不够大 够不够有代表性 够不够有品质 这些训练出来的人工智慧 都会产生不太一样的结果 所以不要看到一个 人工智慧的名字 就觉得它好像很智慧 不一定 它有可能甚至比你还不智慧 这是完全都有可能的 这是我觉得 第一个阶段 可能必须要破除的迷思 那这也就像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 比如我自己用CHATGBT 普遍大家认为CHATGBT 是属于高端的人工智慧 但我拿它来回答 我的其中考考卷 我会发现它绝对不会回答 比我学生好 所以 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人工智慧没有一定是好用的 它有各种类型的人工智慧 也因此会带来各种 不同程度的风险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大方向上头 先简单介绍一下 人工智慧的特性以后 希望破除的一些迷思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 当我们真的要把 一套人工智慧系统 应用在我们的 不管任何场合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的 一些基本的面向 第一个最重要的面向 跟这个 使用人工智慧的人有关 就是当你想要用 一个人工智慧系统 来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的时候 你第一个最关心的事情 一定是 它好不好用 它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它的准确度高不高 这个是第一个 人工智慧系统 在应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留意的事情 不是说只要我说 这是个人工智慧 它就一定好用 它是需要经过测试的 它是需要经过训练 需要经过测试的 那这个训练测试的过程当中 就一个人工智慧系统 好不好用 会取决于几件 基本的事情 第一个 它用什么资料来训练它 其实它的道理 跟你评估一个 学生的好坏的时候 也有点类似 当你在决定一个学生 是不是一个 能够帮助你 比如说 能当你的研究助理 的学生的时候 可能第一个你先问他 你过去上过什么课 有没有上过 跟我这个领域相关的课 这就是他的资料来源 他学习的 这些资料的 input来源 这资料越广泛 越有代表性 理论上它会 越好用一点 所以人工智慧 也是一样 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先确保 就是你训练 人工智慧 用的那些资料 的代表性如何 品质如何 规模如何 范围如何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有在开发人工智慧系统的人 都会希望能够 广大摆穿越多资料越好 才能够越有 越尽可能去含过 他想要去分析的对象 那这是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 就是你要选择 用什么样的模型 去训练人工 去训练一套人工智慧系统 我刚刚有提到 有很多不同的模型 可以选 我们从简单一样的 预设规则型的 到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当中 又可以分什么监督式学习 非监督式学习 等等的 这些细节我不想多说 但总之有不同的 训练人工智慧的方式 得出来的结果 也会不一样 那有的模型 它会带出来 比较透明 可预测的规则 但准确度不见得那么高 有些模型是 它准确度好像很高 跟我们期待的答案都一样 可是我不知道它怎么得出来的 所以会毛毛的 那所以因此 必须要搭配第三个 当你训练出来一个模型 一定要不断地去做 目标设定跟 这个所谓的再检测 就是要不断不断地去做检测 这常常是很多 在开发人工智慧的人 会忘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做检测 你不要自己说 你的人工智慧 你要告诉我 比如说 当我要使用 你的人工智慧软体的时候 我要知道 你的这个人工智慧软体 的准确度多高 你有没有做过 这方面的测试 你测试又是怎么测试的 这些其实是 往后我们讲 人工智慧的一些 相关的规范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只是 先针对说 你应用这个东西 好不好用的角度来探 就算这个 人工智慧系统是好用 它会延伸出一些额外 我们叫外溢效应的问题 那这些外溢效应的问题 也是我们为什么 要规范人工智慧的原因 比方说它可能涉及到 隐私保护的问题 比方说它可能涉及到 刚刚提到的 自通安全的问题 比方说它可能涉及到 这个就业 民主 人权等等的面向 举个例来说 以隐私来说 当大家都觉得 ChatGPT很好用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产业 是不敢用它的 就我所知 比如说很多的律师事务所 我自己发律码 所以很多律师事务所 是名文不准自己的律师 使用ChatGPT的 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 就算ChatGPT回答答答案 不是那么好 但参考参考又何方 或者说拿它来翻译翻译 也还不错 比如说现在大家 其实发现ChatGPT 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是帮你论论 论论英文 做做翻译 自从工作 其实到台做的还不错 那为什么不敢用 因为当我要翻译 某份文件的时候 我就得把这份文件 上传到ChatGPT去 我那份文件是 客户的秘密的时候 我这东西不就外泄 给了ChatGPT吗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当你使用过程当中 会有的隐私保护的疑虑 那就更别提说 在人工智慧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说它需要 未进大量的资料 那些资料很多时候 都带有所谓的 个人资料的成分 通常越带有 个人资料的 越好用来训练 因为它个别化程度 会越高 会让你越好用来 去做区分 但是 你凭什么可以 用人家的个人资料 来训练你的人工智慧 你有合法取得 这些个人资料的 使用权吗 那你有做好 相关的保护吗 万一外泄了怎么办 等等的 这些问题都会附上台面 这大概是大部分的人 在谈人工智慧的 规范的时候 下一个马上会担心的问题 隐私 个资 的这类问题 那当然就还有一些 比较 进阶的人会讨论说 人工智慧有时候 太高能了 太能够看透一个人的时候 会带来一些 人权 民主的疑虑 那 大概通常大家最常讲的 就是对岸 就是中国 对于人工智慧的使用方式 他们确实是一个 在人工智慧走的算前面 大家知道就是中国 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说法 就是说 一般人 一般人在训练自驾车的时候 你要训练自驾车 了解他眼前看到的状况 然后去进行 就是移动 中国的自驾车不用 因为中国的街道上 全部监测系统 都已经装好了 每个监视器都装好了 所以他的自驾车 只要连线到 中央的那个监测系统 跟着他指引的路线走就好 所以他可以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去训练他的自驾车 这是别的国家都做不到了 只有他做得到 因为他的路口密密麻麻的监视器 而且监视器全部上传都已经少 就上传好 中央系统底头 所以听起来很方便 听起来这东西 突然简化了整个自驾车的训练过程 但你会发现付出的代价是 所有人民在街道上头的饮食 你的轨迹 基本上被抓得清清楚楚的 这是他的代价 那这个就是大家常常讲到 有人常常用一个词叫做监测 就是叫做监控型的国家 或者监控型的资本主义 就是在讲人工智慧的应用的时候 可能会带来这种变相的监控效果 那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必须要小心的 尤其在教育现场使用 比如说用人工智慧来做一些 比如说监督啊 比如说监考啊等等 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小心的事情 好的 那人工智慧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 国际上就开始提出来了一些 基本原则必须要注意 那像OECD在2019年的时候 大概就提到了这几个主要的原则 包括在使用人工智慧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顾虑到整个永续发展 福祉谱会成长 然后公平性 以人为本的价值与公平性 这个待会会花一点时间讲人工智慧的歧视问题 再来是透明性 可解释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说人工智慧 研发的过程当中 你有可能不是很清楚他用了什么的规则 那我们希望能够清楚他 所以需要透明性 那这个强韧保护及安全 就是包括人工智慧系统要好用 以及自通安全 各自保护等等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是问责 就是当你今天用人工智慧 帮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如果错了错的时候 谁要负责 人工智慧不是个人 他没有办法自己负责 那谁要为人工智慧系统的错负责 这大概是 就大概涵盖了我们现在在讨论 人工智慧法治的一些基本面向的议题 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细讲 所以我直接讲几个 最常被讨论的议题 第一个大家可能要很小心的 就是这个也是浮上台面很久的问题 就是人工智慧 其实是容易产生一些歧视的效果的 教育现场也要小心 比如说假设如果我们想要人工智慧 来批改答案 帮助我们简化 如果不是选择题 如果是比如说论说题的这种 回答的时候要小心 不同的人工智慧训练系统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不同的歧视结果 这一点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那我直接先讲个故事 让大家比较有感 因为这个故事甚至是一个 美国总统大选等级的故事 就是大家知道Apple Apple在美国有发信用卡 跟那个摩根大同吧 合作发这个信用卡 好 那在上一届的美国大选的民主党 党内出现的时候 这个议题曾经浮上台面 有一位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 叫做Elizabeth Warren 他就讲到了 这个Apple信用卡有严重的歧视问题 这具体的歧视问题就是说 一家人同样去申请Apple信用卡 丈夫的额度是妻子的20倍 跟明明大家是共用家产 那他申报的收入所得也全部都一样 为什么丈夫会是妻子的20倍 然后这则新闻出来了以后 就引起了蛮多的讨论 那有人就觉得说 这是因为 你有很多种解释的可能 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可能 就是Apple卡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把性别当作一个决定信用的因素 那他为什么会把性别 当作一个决定信用的因素 有很多可能正当 可能不那么正当的理由 可能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也许他用了大量的资料去训练以后 他发现 过往在合给信用卡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因为你是男性或女性 而给予不同额度的这样的一个pattern 所以我学你们过往的这个pattern 所以我自己也得出了这样的一个pattern 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训练人工智慧过程当中 我们用的常常是一个过去的资料 过去的资料当中如果存在着歧视 人工智慧就会学到这个歧视的规则 然后变得歧视 那因为在人类社会当中 确实有一段时期 是男性比女性具有社经优势 社会经济优势 所以你有点可以想象 就是过去的合给信用卡记录 就算你是用完整的全样本资料 下去训练 大概也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人工智慧只是忠实地学到了 就是你们人类社会过去做的事情 他把它学进来 但是以现代社会来看 这是不应该的 这是不应该具备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充分的设施 你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规则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不自知 那类似这样的故事 其实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 人工智慧系统训练的过程当中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给分的时候 我们要训练一个就是打分软体 那如果这个打分软体用过去我们的给分资料 来作为一个就是基础来训练的话 那他有可能复制我们教育过程 过去的打分结果 那我们过去的打分结果当中 有没有带有哪些隐含的歧视在当中 没有人敢保证 有可能在某些场合是女性占优势 像我们法律系有时候女性占优势 因为写字漂亮 因为我们那个都是论缩题 然后写字漂亮 真的给分上头真的是会受影响 那这个就可能是一个 我们自己不觉得我们有这样 我们改考决的时候 甚至不知道这个人是男性女性 我只看字体 可是最后套出来的结果 确实有可能就是女性由于男性 的一个给分的模式 那如果我们拿过去的这种资料 来训练人工智慧 我可能就会得出一个 这样的一种 把性别纳入考量的人工智慧 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发生在 比如说种族 比如说族裔 可能有些族裔有特殊的用语习惯 就是客家闽南 原住民 汉人等等的 大家会有不同 外籍生 等等 大家用语习惯会不同 那我们过去打分的时候 有可能隐含了这种歧视在当中 当我们用这种去训练 人工智慧软体的时候 可能就会带入这种歧视 那这次人工智慧有可能存在的问题 但我不想夸大它 就是人工智慧有可能带有歧视 或是你没有做过充分的测试的时候 有可能带有歧视 没有错 但是人工智慧也有可能更不歧视 不要以为我们人不歧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人也有可能是由自己的主观因素的 人工智慧有的好处是 它相对没有那个主观因素 晴天雨天它的情绪是一样的 昨天有没有跟谁吵架 不管它的事 所以人工智慧它可以有排除一些人为主观因素的一个效果 然后如果训练得好的话 它也可能其实是比我们人类更客观的 用各客观的方式在评分 所以可能更歧视 可能更不歧视 这永远都要靠测试 来了解它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大家会常讲到的一个议题 那这里刚刚可能都提过 人工智慧会歧视的原因 所以接下来跟各位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第二个可以跟这个歧视有关的 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人工智慧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判断 到底有没有带有我们不想看到的歧视呢 那就是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工智慧更透明 我们更了解它的规则 现实是你用越高端的人工智慧 你越难了解它完整的一套规则 但我们可以试着去测试它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不知道一个学生脑子里头在想什么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它的脑子也是个黑盒子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几个问题 几个方式去了解它大概的样子 我们不会了解它的全貌 但我们会了解一些我们想了解的东西 同样的人工智慧也是一样 人工智慧跟人类都类似 它可能会存在一些不透明的原因 比如说你不知道它过去学了什么 它资料输入端 你不知道它资料到底输入了哪些东西 就像你不知道一个学生过去学过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它用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当它跟你讲它用的游戏规则是什么的时候 可能这个游戏规则太复杂 你不懂 像比如说ChatGBT 就我所知ChatGBT大概用了上千亿个维度 在做它的回答 就它已经训练到这种程度 所以今天如果ChatGBT告诉你 好啦你想知道我这个演算法是怎么想 是什么 是怎么回答出你的答案 我可以摊开来给你看 问题是你看你也看不懂 上千亿的你光画那个决策数 你都不知道画到民国几年去了 就算他摊开来给你看 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再者是有些人工智慧 其实会产生一些 跟你的直觉不太一样的答案 那是他错还是你错 有的时候很难讲 就像我们跟学生教育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学生天马行空地 抛出来一个想法 你当下很否定他 后来回去想想 其实他说的有道理 人工智慧也可能是这样的 他有可能找到一个 你不知道的规律 你没想过的规律 然后之后回去想想 有点道理的规律 那这个是人工智慧 之所以会没有那么透明的 另外一个原因 你不要急着否定他 因为有可能他是对的 你是错的 那最后当然就是 还有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是很多的人工智慧开发软体系统 它是不会让你知道 它的背后演算法的设计规则 用的一些规则 因为那是营业秘密 那是人家的 人家开发商的秘密 所以凡此种种原因 都会让人工智慧 没有办法那么透明 不过我也不想夸大这个问题 因为同样的回到人类世界 我们也没有多透明 我们自己人的决策 其实有时候我们嘴巴说 我们是这样的理由 但其实我们心里是另一个理由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人工智慧会有的问题 但也不要夸大它 那其实是可以检测的 那可以去检测的 那至少在技术上有开发出来 所谓的可解式人工智慧 它可以透过几种方式去检测它 那大概念简单来说 就是假设 比如说你想知道 你的人工智慧 有没有根据性别 去做差别的待遇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透过 统计的方式去了解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你为他几个问题 去训练看看 为他几个问题 去测试看看说 他最后给出的答案当中 是否有参入了性别的考量 这可以透过所谓的 可解式人工智慧去做 那甚至在统计学上 可以透过所谓的降维的方式 你是一千亿度的 一千亿维度的这个思考系统 但我们可以把一千亿维度 透过统计学的方式 降成比如说二维或三维 让我们好了解说 它最主要考量的因素是哪几个 这个在统计学上都是做得到的 当然在降维的过程当中 不会那么精确 但是那是一个帮助我们简化 去了解一个人工智慧的 主要特性的方式 这些在统计上做得到 所以表示在检测上是做得到 当然不是代表我们自己要下去检测 但意思是在技术上 它是做得到一些降维的过程 让我们去侦测一些 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觉得性别 我们不想看到 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 是可以透过这样的 所谓的透明解义 可解式人工智慧去检测说 这个人工智慧 有没有用性别 作为它的考量因素 这是做得到 换句话说 我们也许不知道 它那个一千亿额度 一千亿的维度里头 每一个维度是什么 但我是有机会抓出来说 那一千亿维度里面 有没有一个维度是性别 以及它把性别这个权重 看得到底有多重 这个是抓得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现代 处理人工智慧 不透明性的方式 所以它一言以鼻之 还是要检测 还是要透过检测的方式 像这里就是一个 国内的例子 国内其实人工智慧 一个应用蛮大的场景 是帮大家理财 所谓的理财机器人 那些理财机器人软体 他们就会告诉你说 我会根据你的风险属性 给你不同的投资组合建议 那结果前一阵子 我们的金管会 曾经去检查这些 理财软体 然后就发现这些理财软体 奇怪 明明不同的风险属性 怎么也缠除了相同的 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配置 那就因此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我用这个新闻 只是想要讲说 其实是可以检测的 是可以发现一些 你想发现的东西的 好 最后时间关系 只快速讲一个 最后的问题 就是人工智慧系统的 问责问题 就是当他出错的时候 谁要负责 这个问题有两个面向的困难 第一个面向是 一个人工智慧系统的开发 其实涉及很多人 帮你收集资料的人 帮你开发程式的人 帮你维护系统的人 帮你监督 帮你测试这个系统的人 等等的 那到底是哪一个人出了错 导致我们的人工智慧系统出了错 这在现实上不见得容易 找出来那个真正的元凶 太多人involved在里面了 这个我们叫做 too many hands problem 太多只手在里面 导致你不知道 到底是哪只手出了错 但从另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个 不太一样的问题 就是当今天人工智慧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 没有人需要负责的 因为那个人工智慧系统 到底怎么被训练出来 训练出来以后 他用了哪些规则 这个外面的人也不知道 不是任何一个人决定 不是这里任何一个人 决定人工智慧 要拿一个规则 那是人工智慧自己学出来了 就是好像学生犯的错 我们老师为什么要负责 学生自己学坏 他在哪里学坏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负责 一样的道理 这个叫做 too few hands problem 那这两个问题 都让一个人工智慧系统 出错的时候 要去追究责任 会变得比较困难 那实际上要怎么解决问题 比如说我这里举一个 也是实际上 已经发生过的问题 这会比较深刻一点 就是有一个人工智慧 的演算法软体 卖给了一个香港人 这个香港人就拿这个去投资 结果 还蛮妙的 他在2月14号情人节那天 亏了1.6亿美元 太棒了一个情人节礼物了 让你一次亏了1.6亿美元 然后他就想去告 就是那个卖他的基金公司 就是说你卖给我这什么烂软体 害我配成这个样子 基金公司说不关我事 我已经该做的训练我都做了 不该叫我陪啊等等的 那这个官司到现在还在打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当一个人工智慧系统 出错的时候 其实要去追究责任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 过去由人提供的服务 我找得到人负责 但现在变成是系统提供服务的时候 你不能叫系统负责 那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是一个难处 那这也是国际上常常在讲的 就是说所以啊 人工智慧系统 你不能全自动化 你不能够全自动化 你还是要有一些人在当中辅助 所谓的人机互动 这样子的话 人才能够 你才能找到负责的人 这个我们叫做human on the loop 或是human in the loop 就是在这整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完全仰赖全自动化 你还是要适度的人力的参与 不管是作为监督者也好 或是作为辅助者也好 这是另外一个国际上 我现在在谈的一个重点 好 那因为我注意到 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 所以我大概就 简单的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目前大概 国际上的法治发展 欧盟这边有一些进展 国内的话最早是 科技部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提出过一个 人工智慧科研发展指引 不过这些都是比较抽象 你可以发现它涵盖的议题 大概就是我们 刚刚提过的那些议题 那最新的想法则是 目前行政院那边 正在研拟工部门的 深层式AI参考指引 不过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在考虑 要研拟这个相关的专法 不过这个目前暂时 都还在发展当中 那目前国内 其实最完整的一套 跟人工智慧有关法律 反而是我刚刚讲到 跟这个所谓的 理财机器人有关的 一套作业要点 不过这个比较细节一点 我可能就把它跳过 好 那最后只下一个 简单的结语 就是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很多人工智慧的风险 人工智慧可能会有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应用 人工智慧的时候 必须要小心的 必须要加强去监督的 那最后试着想要 总结一下 未来会去讨论的 我们会要求更多的 检测 测试 审核 然后因为 业者负起了 审核的义务 所以你会找得到 负责的人 因为他如果没有 检测出来问题 他就得为 没有检测出来负责 这是我们目前解决 问责机制的方式 然后再搭配着更多的 透明机制 跟保护机制 这大概会是未来 整个人工智慧 法律发展的基本方向 最后只剩一点 在结束之前 我想要说的是 虽然我说了很多 人工智慧的坏话 说了他很多的风险 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 对他也不要太苛刻 因为我们人不见得 比他高明到哪里去 当我们不知道 人工智慧在想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人在想什么 这个大概是 未来在决定 人工智慧法律发展的时候 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要对 机器多严格 我们传统会觉得 我们对机器 就是一百分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对人 都没有达到一百分的要求 为什么你要对机器 有一百分的要求 举个例来说 我们的律师考试 平均分数 过关的分数是五十分 那我为什么要期待 一个人工智慧的 法律系统 要达到一百分的程度 那如果不是一百分 那我应该期待 它达到几分的程度 这个是可能未来 整个在讨论 人工智慧发展的时候 最大最大的难题 一切都是相对的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时间到了 所以我就先报告到 这个地方 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杨教授 很精辟的演讲 让我自己也学到很多 就是怎么样子 面对未来的 AI的时代 那我们现在大概 还剩下大概 有十分钟左右 那不知道现场的 老师跟同学 有没有什么疑问 谢谢杨老师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你了解说 对于目前 AI已经应用在 法律界的一些 应用例如 司法院有宣称 它有一些量情系统 或者是判决数的生成 然后好像也有 律师事务所在 打算应用这个东西 来减轻他们的 律师的工作 那在这些实际的应用上 你个人的看法 觉得是了解是怎么样 是 还是回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在法律的工作当中 有一些比较 重复性的工作 也有一些需要 高度技术性 高度判断性的工作 我们目前的观察是 人工智慧应用在一些 高度重复性的工作 会有一定的帮助 像刚刚提到的 这个最近有一些 判决系统 它主要是针对酒驾 然后针对一些 好像是 好像是诈骗吧 还是什么的犯罪 他特别去协助法官 那就我所知 他们那个判决系统 其实主要 也没有说夺人工智慧 它其实大概就是 帮法院找到一些 常用的sample的写法 让法官可以更快速的 写成这份判决 所以其实就我们 自己的观察 目前虽然有这方面的应用 但是那个应用 其实绝对不是 大家想象的那种 高深的法律问题 然后人工智慧 帮你生成高深的法律判决 它其实是 重复性的工作 那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 确实法律事物当中 存在着很多重复性的事物 那如果能够用机器系统 协助简化这个过程 不是完全取代 但是简化 这个我觉得是 可以期待的方法 是可以降低人类 处理一些 就是数误性的工作的时间 把它集中在一些 需要判断性的空间 这个我觉得是 整个法律世界 在应用人工智慧的时候 最大方向的努力目标 那现在只是说 你要从哪里开始测试起 那目前至少我们知道 比如说在判决系统 还有在一些律师事务所 他们做一些 比如说家事案件的时候 因为他们觉得 写来写去都是那样子 那可能就是换个当事人的名字 换个几个年月日的这种事实 其他很多的内容是重复 把这些重复性的工作 以前重复性的工作 就交给法律助理去做 现在交给人工智慧系统去做 让法律助理可以做更高深的工作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良心的发展 不过刚刚提到另外一个良心系统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因为良心这件事照理来说 不是一个那么数物性的工作 每一个个案的情况不同 照理来说不该是重复性的工作 那司法院之所以开发良心系统的出发点 是因为他担心人类法官有太多的自我的组件 导致良心不一致 所以他们希望统一这个良心的标准 所以才会去试着从过去的法院判决当中 去会诊去训练人工智慧 希望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良心系统 所以这个出发点不一样 也因此他需要的训练会不一样 他需要的资料量不同 他需要的训练不同 他的审慎程度也会不同 这就会是另外一个不同 所以至少以我们法律领域来看 我会说不同的应用领域 会有不同的你对人工智慧的态度 然后同时也会影响你用的是 比较阳春的人工智慧 比较进阶的人工智慧这些选择 我的分享大概是这个样子 谢谢杨教授 我觉得就follow刚刚那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大家很好奇 特别你刚刚有一张 写了人工智慧的那些衍生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是就业 对 我又大家非常的关心 就是说 到底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强大的系统出来 到底哪些的 就是说各个行业 到底哪些工作是会被取代 哪些又会因为他的那个 而让就像你讲 摆而升级 所以我觉得 而且特别在教育上 我们教育会被取代 是 是 我其实觉得教育 好了看情况 不要讲太死 对 在就业上头来说 大方向的观察 一定是重复性 数物性的工作 比较容易可以用人工智慧来取代它 那节省时间 让人力可以专注于一些 比较复杂性 需要判断性的工作 这是大方向上的 大家对人工智慧 目前的想法 人类的角色 会从直接去做那些数物性工作 变成监督人工智慧 做那些数物性的工作 这是一个改变 就有点像是 以前我们去停车的时候 都会要有一个人在那边收费 现在我们都自动停车系统 但是你还是有个人坐在那边 对不对 还是有个人坐在那边 万一升降没起来的时候 他帮你处理一下 人类的角色 就会从坐在那边收费 变成一个站在旁边看的角色 人工智慧的 对于就业的影响 有一部分会发生在这个领域 那回到教育领域的话 其实我每次都开玩笑 在我们法律这一行里头 我觉得我们教授 是最不会被取代的 因为这一样 涉及到你的工作内容的 原创性高低的差别 原创性越高的 理论上越难被取代 相对的就是重复性越高的 越容易被取代 所以我 我本来就觉得 假设律师司法官 律师法官跟教授 我觉得律师第一个被取代 因为律师里头 做最多数误性的工作 各位可能不知道 就很多律师的工作 其实是高度重复性的 那然后有时候要看大量资料 劳力密集性大量资料 生成差不多的东西 比方说你一家公司 要去上市的时候 他要看一大堆公司的资料 写成一个上市的公开说明书 这个过程其实是 大量劳力密集而重复的 这个其实是 人工智慧可以发挥 很多作用的地方 再来是法官 法官其实虽然一直在 重复写一些判决 但毕竟法官有一个 公权力在呢 你还是要有个人 在那边盖个章 所以法官的角色 相对没那么容易被取代 那我们的学者 我一直觉得 因为我们每篇文章 都是原创的 所以也许 人工智慧可以帮我们 收集资料 帮我们搜寻判决等等 但他不能替代我写 最后的那个原创性的简介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武断的想法 所以但是用这个例子 可能来说明一下 我觉得在就业市场上的发展 至少短期内会先从 重复性输入性比较高的开始 那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 就是刚刚关于我们的 那个刘文清副主任 所提出来的 谁是作者的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 很多人就会生成了 因为应用已经很广泛了 所以说所生成的一些文字 比如说甚至就是 创作童书 那么就是可能放在YouTube上面 变成YouTuber的内容 或者是做出来的图画 已经可以参加比赛 对 就是说那么我们如何来 就是在应用上面 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 谢谢 是 这个目前成为一个 非常大的辩论 就是就我 因为我自己不是 智慧产典权法的专业 但是我自己有观察到 他们在这块领域的讨论 是非常非常的蓬勃 那目前就我所知 最新的美国法院判决 也是否认人工智慧有 著作权的 所以这样子产生的 著作物简单讲 就会是一个没有著作权人的 一个著作物 大家可以使用的著作物 那这个结果是不是好的 大家还在辩论 所以这件事情 至少在美国 虽然有了一些 相关的法院判决 但还不是处在一个 比较确定答案的状态 那台湾当然都还在 讨论的阶段 讨论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直爱举的一个例子 是说今天如果你出去外面玩 然后你放一台相机 在栏杆上 结果有一只黑猩猩跑过来 然后那个相机照了一张照 而且还是自拍 他自己拍了自己 请问那张照片的著作权是谁 这个是真实事件 发生过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张猩猩自拍照 那那个照片是谁的 相机的所有人的 新兴的所有人的 还是谁的 那过去大家讨论 就是人工智慧问题 有点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至少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 没有著作权人的状况 不是所有的著作 都要有著作权人吗 所以它有可能是处在 一个没有著作权人的状况 这个是一个补充 谢谢 我们谢谢杨老师 今天很精辟 而且很实物的这个说明 好 那我们这个场次 是不是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大井 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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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Gra conspiracy 这是